用爱照亮平安回家的路 花莲县五州公益协会 日前由理事长何金兰率领团队 任养了吉安乡五年 各20盏路灯 总共是100盏 由乡公所主任秘书高文斌来接受 并且致政感谢状 期盼有更多善心人士 可以加入任养路灯的行列 共同守护乡亲 深夜回家的通行安全 吉安乡公所主任秘书高文斌表示 吉安乡亲内有12000多盏路灯 每年电费是一大负担 感谢各界善心任养 既能够减轻公库支出 还可以照亮乡亲平安回家的路 点亮一盏平安灯 点亮吉安幸福的路 今天非常感谢花莲县五州公益协会 由何理事长带领团队来 任养我们吉安乡20盏一年 五年总共100盏的路灯 今天代表乡长 非常感谢他们 吉安乡一共有12000多盏路灯 卖每年的金费 大概路灯的费用大概1350多万 所以我希望社会团体 祭宿还有公庙团体还有民众能永远的来任养 花莲县五州公益协会常年致力社会公益 这一次任养路灯 除了支持乡长游淑珍的施责礼练 他也要和吉安乡亲节善缘提供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因为我们的吉安乡乡长游淑珍 我们的乡长非常用心 在路灯的推展上面 他一直有做这样的推广 我们从报章杂志知道我们的乡长 在这方面有这样的用心 所以我们五州看到了 就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发心 跟我们吉安乡的乡民做很好的结善缘 然后希望这一路的路灯可以帮助更多人 在行车上面安全回家的路更棒 吉安乡公所任养路灯费用每转一年800元 公所会开立收据可以作为所得税列举扣除额 同时会在灯杆上装贴任养人的姓名 感谢社会大众踊跃爱心任养 介络会吉安乡报导